头发对男性来说有时候是一种 荷尔蒙的一种表现 那这样呢 啊 既定要拍了 自己有分试过 就是你看哦 可能是因为这边这块头发过于突出了 白医生 我是不是因为信誉太旺盛才掉的头发 因为我听说这个叫雄激素性脱发 有的人说我把阴毛移植到头上 它就变成头发了吗 不 它还是阴毛 而且它长出来分明就是阴毛 为什么 显得我发的那个发际线高 你要怎么展示 这样吗 这样就好了吗 这样 小点吗 你觉得你发际线高吗 如果这块这块头发没有那么突出 那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还好 那你觉得咋的剃脚啊 我是一名皮肤科医生 我叫白岩霜 那我个人在专业领域的专长呢 是治疗毛发以及头皮疾病 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脱发疾病 我们现在国内有脱发表现的人群 已经达到了2.5亿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概念 我们在皮肤科医生在门诊都能感觉到脱发病人越来越多了 就少又细又少 又细又软又黄 显得不那么多 我的发质偏油性发质 然后也长得不是很长 小时候还好的 小时候还挺多的 就工作后了这两三年 然后开始掉头发 给它焦虑 家里的地板上 床头 一段时间后 总是发现好像真的掉了很多头发 可能是因为我中间一直分一条发线 可能将近十年没有动过这条发线 所以发线特别的就越来越粗了 然后那天在拍脂肪的视频的时候 我在看素材 我分明就看到素材里面 我这边头发这边一条 缝总感觉好像是这块没头发的感觉 然后当时我就震惊了 然后印象比较深的是 大概是17年的时候 我在福安加班的时候 我老板就跑到我旁边 站了整整十分钟 一句话没有说 然后叹了一口气 跟我说 你要不要找一个医生看见你的头发呀 然后那个时候才 受到了打击 那其实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是可以当大家操作的 就是48个小时不洗头 用一把细尺束 然后在头上 全头非常均匀地 从发根开始 彻底地束60下 然后收集这个时候 掉落在我们身边的头发 如果超过10根 那就是有可能 是有一个活动期脱发的情况 我可能会选择剃光嘛 就是头发不要过了 我也不要头发了 对那个 结局 那你得看到什么程度 就是因为还可以抗争 所以抗争一下 如果说到没有抗争的地步 那就是直接剃光头了 或者直接戴假发了 戴帽子可以吗 假发你掉了也很尴尬 凸了也不好看 光亮亮的 我有试过 我有试过那种光头 但感觉不是特别适合自己 就我有一个特殊情况 下个月我要拍结婚照 然后因为要拍结婚照 这个事情 我的顿向 让我试了非常多假发 就觉得其实戴假发也OK啊 然后其实造型也还不错 就是大家对头发 不管是治疗脱发的需求 还是直发的需求 还是相关发用产品的需求 都激增了很多 那我猜测可能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口罩 把我们下半 口罩把我们下二分之一的面部 都遮住了 那其实露出的就是我们 上二分之一的面部 当然我听说口红的销量是下降了 就成一个相反的一个趋势 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现在脱发的发病年龄 明显比以前提前了 脱发确实是一种病 当然脱发本身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 它是疾病的一种表现的一种症状 它是一种表征 它有可能追溯到很多很多种疾病 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常听到的男性脱发 也就是雄激素性脱发 那民间的脱发经常会把它误叫成 纸意性脱发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沿用这个名字了 因为纸意性脱发 常常会和纸意性脾炎相混淆 大家就会误解 一定是因为出游多啊 才引起了掉发啊 完全没有关系啊 只是因为出游和掉发 是雄激素导致的一对难兽难地 出游和掉发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就顾名思义 它跟雄激素关系其实是很大的 但确实不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 就没有这么简单 我妈其实还是少 我应该遗传好多了 然后就是其实秃顶 我外公也是 所以我感觉我应该是遗传了 只是吃药能够减缓 但我觉得最终的命运 肯定还是要秃的 先天性的就会就是额头会比较宽 然后呢 那个时候流淡发的时候 就会觉得 真的不好看 有遗传父亲不是很好 我一直认为我掉头发 最根本的原因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 烫头发的有点多 雄突的话呢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取决于遗传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 有很多遗传以外的因素 也逐渐加入到 这个发病机制的环节当中 比如说空气污染 包括你的焦虑 还有你的睡眠休息不够 这都有可能提前 整个疾病发病的时间 加速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 但我觉得互联网 基本上就 头发多的人就没那么多 16年的时候 然后加入互联网行业 在加入互联网行业之前 我的头发是很茂名的 就是你在公司一走 你看那个男生女生 这头发当中都不是特别多的样子 那这也是误传 只不过因为女生身体的 雄激素水平 确实是比男性低 所以发病的概率要低很多 但现在其实发病 也较以前增加了很多 各种方法可能包含了 传统的方法 就是比如说 什么所谓的黑芝麻 姜 有买过那个什么叫黑芝麻 家人买的 都要吃了一段时间 那感觉也没什么用 就可能是很多人会讲到 就是这种黑色的东西 我们都是可以让头发变黑 或者变多变粗的 比如说黑芝麻 黑豆 黑米 还有核桃啊 反正我听到的就有这些东西 头发本身是一个疾病 但它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 所以它更希望自己 可能只是身体状态的 一个一时的一个不佳 那么我通过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吃点东西 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 那我就先这么坐着 万一成功了呢 但我是很不认可 在你以为没有坏处 在你在尝试这些 看似有效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错过了 最佳治疗的时期 然后也用了一些 就是像米多蒂尔 或者是安泰熊辣 这样的一些 去有西药 我觉得还是西药有效 然后最近是下定决心 想要去做直发 我买了两瓶那种小的喷雾 然后可以 据说可以删一下发 但是又试了非常多那种 防脱发固发的成品 我就可以抹在自己的两边这样子 到包括像什么卡之类的 这些我都试过 如果你看到有生发两个字的 要非常留心 因为生发目前还不属于 我们化妆品能够批准的一个功效 只有防脱是能写进去的 生发是不能写进去的 生发目前只有药品 是可以生发的 所以如果这个产品 不但宣称自己防脱 还宣称自己生发 那也可能是一个夸大的虚假的宣传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就有个什么叫什么流 对吧 这个问题其实之前好多人问我 那医生我在家里 可不可以用那个 绿色瓶子的那个生发液呢 很出名 大家在网上都在推的 我看它有官方销售的渠道 然后我就点进去 我特意点到什么呢 很多人都不会关注的地方 产品参数 点开来一看 它只是普通的装子好的 但是只是属于一个 美容性质的手段 因为它并不是从根源上 让你的头发长出来 它只是把我们的毛囊 换了一个地方 拆东墙 补锡墙 但是东墙比较厚嘛 因为你知道直发从哪里取吗 是从我们后脑勺 因为后脑勺的头发 是我们整个头上的头发 最健康 最粗 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术语里面我们叫做优势供区 因为它确实非常有优势 因为它的毛囊是不受熊激素调控的 这一部分的毛囊 你不管给它种到任何一个位置 它都不会因为熊激素的原因 而产生萎缩和坏死 因为我们毛囊是一个不可再生资源 如果我在把毛囊 更换地方的这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我对它有任何的损伤 或者我在它整个生长的过程当中 去给到了一些不利的因素 或者是没有促进它更好的生长 很有可能这个毛囊就废掉了 因为毛囊本身是个器官 只要是器官它就会有衰老 会有死亡的一天 这个整个衰老和死亡 是贯穿在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当中的 所以毛发只会越来越少 毛囊是个器官 它有排一的 而且我们现在所有对毛囊 克隆培养的这个方法都不够成熟 还没有办法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培养毛囊的机制 所以目前为止 直发手术的瓶颈就在于只能用自己的毛囊去抑制 所以如果自己没有毛囊了 就连做直发手术的希望都没有了 可以啊 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体任何部位的毛发都换一个地方重新生长 这个是体毛非常神奇的一个特点 但是我们毛发又有一个特点 它不管移植到你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会按照原先的生长模式去生长 有的人说我把阴毛移植到头上 它就变成头发了吗 不 它还是阴毛 而且它长出来分明就是阴毛 这个年纪特别大的老先生 自己以前也是医生来找我们执发 当时其实我们是觉得它还可以 真的没有说掉得很严重 然后它自己是满头白发 因为当时我记得已经七十八九岁了吧 是满头白发 但是身体非常健康 是可以耐受手术过程的这样子一个身体状态 所以我们冒险还是帮它做了手术 因为白发在不管是肉眼直视还是省微镜下操作 我们其实都很难鉴别的 因为它没有色素 看上去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还必须让它先把头发染黑 然后帮它做完手术 之后它后面就一直就是坚持染发 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我都很惊讶 那时候一年以后了 我感觉它看上去顶多只有六十几岁 它说它又交了女朋友 就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大家认为毛发是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就不管是头发部还是我们眉毛 睫毛甚至是体毛 我们就觉得它既是一个男性的象征 又是一个生命力的象征 我认为是没有怪死人 哪些身体状况 其实别人不说我自己一点焦虑都没有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 然后不管是秃也好 不管怎么也好 总有方案的 总有让自己变得好看 或者让人家看得很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方案 就OK了 眼不见我眼了 看不见就没烦恼 那也不是说真的非要头发很茂密 才是最帅的状态 我觉得打破这个焦虑 唯一的方法就是寻出专业人士的帮助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网络是最好的力量 我也选择开始做一些自媒体的账号 我要做的是让你有一个正确 面对脱发这件事情的一个健康的观念 它一直不承认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为什么 就是因为脱发确实是不影响他的寿命的健康 我说实话 只要他不觉得是问题 他就不是问题 虽然听上去有点违心 但我认为在脱发这个事情上是可以这样去判断的 尽管我从认识他那么多年一直跟他说 我觉得你的发际线有点尖有点高 要不我自己就是直发医生 我帮你重点 不要 我拒绝 我觉得我很帅 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我的帅 我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帅 我就很帅 所以他那么有自信 那么我也不会去push他了 我觉得他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的 反而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问题 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加注在他身上